打麻将竟然打出了凶杀命案了 台南县新化镇有一位三十几岁的先生 他打牌结果炸胡被俩包了 他又拒绝赔三家了 结果搞了他的牌友气的 两个人不但吵架 吵到后来他的牌友竟然拿刀把他给刺死了 案发现场麻将牌散落一地 三十多岁的男子因为炸胡不愿意赔三家 没想到却被六十多岁的老牌友持水果刀杀害 当时因为被爱人 一次炸胡 所以陈姓犯嫌才会发生争执 原来事发当时死者看错牌大喊胡了 结果变成炸胡 他不愿意赔三家还起身翻桌 引起陈姓牌友不满 两人起了激烈争吵 进而引发杀疾 因为一死口角 陈姓嫌犯就到厨房 拿水果刀往被爱人户部连吃两刀 那送医不救 忠目睽睽之下杀人 死者当场血流满地 送医后不治 警方将陈姓嫌犯移送法办 死者怎么也没想到 拒赔三家的后果 竟然是付出一条命的残痛代价 中天新闻赖冠张网约发 泰南报导